澳反华闹剧演出新境界 总理还用上中文了 近来 澳大利亚政坛发生了一系列反华闹剧 自上月底 澳总理特恩布尔的一次饭局上有为中国商人出席之后 有关泄密 颠覆澳政权 干预澳大利亚政治的声音便在当地媒体及特恩布尔之间传开 当地时间12月9日 特恩布尔再度指责中国影响力正干预澳大利亚政治 并用汉语普通话宣称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 据美联社12月9日报道 特恩布尔日前宣布将推行新的反间谍和外国干预法 并指中国影响力正干预澳大利亚政治 中方随即反斥有关说法危害两国关系 对于中方的批评 特恩布尔9日用普通话予以回应 他用强硬的措辞表示 不认同中方的批评 并强调却有外国势力干预澳大利亚 他中英瞎杂地说道 新中国建立于1949年 当时就有 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 这句话 这句话代表了主权及尊严 他特别在用普通话宣称 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 了 他表示不担心北京反弹 认为这样想澳大利亚才能获得尊重 这是特恩布尔近来第二次指责中国影响力正干预澳大利亚政治 11月24日 澳媒爆出特恩布尔被拍到与11位客人一起进餐 其中有一名留性中国商人 这名商人向澳大利亚执政的自由党捐出4万澳元捐款 之后获得了与总理特恩布尔同桌用餐的机会 结果 澳媒完全不关心同习的其他人 而是单抓住留性商人的中国背景不放 逼问总理是不是在饭桌上向这位刘先生透露了什么机密 害得特恩布尔在镜头前结结巴巴 不惜攻击刘先生英语不好 偏心自己跟他的交流只是涉及宽泛的经济话题 紧接着 一名从去年就被贴上新华标签的澳大利亚年轻议员 在澳华商黄向墨 在11月29日被扣上了帮中共颠覆澳政权的帽子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当月 澳媒刚刚承认了对黄向墨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面对媒体的压力 特恩布尔选择明者保身 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5日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声称 出于对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加的担忧 澳大利亚将禁止外国政治现金 作为防止外国政治干预的一个举措 紧接着第二天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便发表谈话 向某些澳媒和政府高官发出严正警告 这些报道不风捉影 充满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是典型的歇斯底里和偏执症 不过 国外媒体仍旧炒作澳大利亚担忧中国政治渗透知识 从随后几天的外交部记者会可见一般 在8日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再度强调 对特恩布尔采信当地媒体有关中方干预政治的有关言论感到震惊 并指相关报道是无中生有 对中方充满偏见 毒化了中澳关系气氛 损害了两国互信与合作的基础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已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 耿爽称 中方强烈敦促澳方有关人士摒弃冷战思维和对华偏见 立即停止发表损害中澳政治互信与互利合作的错误言论 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负面影响 以免对中澳关系发展造成干扰和冲击